闭西时间早晨四点多吧 四五点钟 咱们三点半到这开始干 因为天太热了嘛 赶早还能凉快点 看看 看看天空的 那边太阳已经升起了吧 朝霞 风景是不错 这两天太热了 白天真的没办干活 你说 各个小组 刚才倒过了 各个小组 都是非常早的 三四点钟就开始干活 看看这水中的倒影 斑斓的油画 很多网友说嘛 好山好水好寂寞 看你怎么看呗 当你融入到大自然中 你还有什么寂寞 你就是无比渺小的一个 蝼蚁 蝼蚁还有寂寞吗 蝼蚁只有忙碌哈 哈哈哈哈 其实也不是了 但是 说心里话 我大多时候不感到寂寞 因为 我挺享受孤独的 其实跟家人旅游也挺好 但是自己旅游 或者自己一个人 我曾经 在碧溪省干活的时候 自己就是 一天个外面走 在海边 那种心情真的一点不孤独 是一种融入自然的一种 放松吧 就是 人也很少 确实是人好 风景也不能说多美 但是相对来说挺漂亮 就是人和自然 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 那就没有什么寂寞不寂寞 只是感觉自然的状况 其实很舒服那种状态 谢谢大家